一刀一滴嘛 然后折进来 压住 压住 然后你把这个饭 跟着爷爷奶奶步骤 小朋友们包出一颗颗专属的粽子 在这次的粽子活动 是我第一次在学校体验到 会露出来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很好玩 下次回家就可以跟阿妈一起包粽子 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很开心 老了之后可以来参加这种活动 我可以让我学习怎么包粽子 很开心这一次有机会可以来这边包粽子 端午节前夕 自然生态发展协会前进暖暖国校 营法长辈大显身手 教小朋友们包粽 有长辈跟孙子一起共荣 然后就是说教他们怎样 就是那个粽子要怎么去制作 怎么样弄会更好吃 加一些豆干 那些都是比较养生的香菇 让长辈吃得更健康 活得更长久 轮轮区区长也亲自到场参与 鼓励营法长辈走出来力推世代共荣 做一个历史传承 把它做这个包粽子的活动 能够让教会我们的小朋友 也希望各个学校 还有各个的老人团体 官外据点 都能够一起来合办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活动 小方很感谢自然生态发展协会的银法朋友们 为孩子带来活教材 让孩子们学会怎么样的去包这个粽子之外呢 也让他们可以尝到一个这么美味的一个传统的食物 孩子们也发挥创意 各式粽子出炉 让人看见口味外的心意 同时展现端午文化习俗传承的意涵 欢呼节快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